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影视对各国华人影响不易 在马来西亚 智慧明显的是各地流行广东话 原本很少接触广东人的附近群体 妇女和年轻人 虽然讲起来不流利 发音不准 但他们听是没问题 另一个更明显的现象 数日和风水的迷信 有能力者的三水 车牌子是霸 老一辈的闽南人 七行不一百 要去不要霸 后来港产片刘逢所记 无不草原 都迷信霸了 没本钱挑三拣四的 四四如死 大甘来西 毕竟设计 高楼大厦 电梯 楼层 门牌 也没有事了 逢是 皆改为三A 别以为业主是华人才如此 事实际上 从前洋人经营管理的大酒店 只忌讳十三 如今也不例外 必须随港人之术 风水 四五十年前 属于极少数 人才玩得起的玩意 风水师也极为稀少 比较富裕者 修牧师 才从遥远的外周请来 一般人家 招募修坟 并无特别风水师 主持集事 就几个工匠 砌墨灰 安装墓碑 了事 至于 村子新建房屋 千家也未必有一人 特别聘请风水师 监督 多年才遇上有人 请风水师傅来监督 当时长辈就说 这可不好玩 风水师傅出马 富货难测 因为老师傅来了 主人必须吃后周到 在逢年过节 才有鱼有肉的年代 三餐不能随便 尤其是晚餐 必须格外丰富 此外 食酒 食早 黑狗皮 不能早 否则 碰上手段 毒辣的黑心风水师 对主人的语言 或伺候不咒 不动声色 但会搓手脚 留下首尾 让人 积浅不灵 灾祸连连 其父不成 凡惹祸 风险可不小 简直像赌博 因此 盖房 装修 办公室 看风水 少人问津 这行业只是小小的利基市场 后来在香港影视前的鼓动下 风水数日的迷信 畏畏风潮 如今市场行不断 矿大不矿大 从前只有三日刊 小报等银河小市民低速口味 绝无机会登上主流报纸 电台 电视台的大雅之堂 如今 原来的大雅之堂 正在 魅速 低速化 推波助澜 原来不过是 港人的机会 风行草原 在马来西亚 甚至突破 种株肤射 因此怕风 怕水 怕树日 既会既怕 恐怕不下 COVID-19的 怕风 怕水 怕树日 怕死 都是人之常情 青少年 在前二月皮肢 前面发育之前 什么都不怕 简直是事实如归 任何危险动作 飙车 黑帮火拼 都敢玩到尽 天底下 没有什么好怕的 但前二月 体制 发育完成之后 再勇的人 又成了家 立了业 广东话说 不逗你不怕 所以生意做得越大 潜位越高 面对太多竞争 自己机关算尽 别人同样 愧疾 其谋 无穷 安危 成败 变异 不过是瞬间 如果是捞偏门的 那担惊受怕 机会就比常人更多 更严重了 政党的大厦 商业大楼到黑帮大哥的家机办事处 惊喜高人指点 可是修过来 改过去 心安的 但垮台的 照样垮台 倒闭的 照样倒闭 不得好死的 照样狠死 人生在世 短短数十年 叫人担惊受怕的事 数字不尽 死 不过是刹那 死后 若背叛下第一的刑法 才是永恒 为何只怕死 而不怕死后第一的刑法呢 人最该怕的 正如耶稣所说 那杀身体 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 都灭在地域里的 真要怕他 希望您能按like 转发 还有点击影片下方的小铃铛 订阅我们的频道 上帝赐福您 祝您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